原代四名桃源图所描述的文化中正 宁波的悠久书院历史 将在未来百年 以东方理工大学继续传承 浙东通江达海 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海定则波宁 水是书香制成宁波的重要传承 水香多灵秀 人文汇翠 众教语 东方理工大学以水文化为线索 传承江南自古水城相容的基礼 与生态迪运 偶合灵动校园结构 在轨道交通城市界面 和永江冰水公园间 用EIT大道和五个节点串联校园 并强化区域山水生态廊道 打破保守的工程排红河道模式 EIT校园水系从生态 韧性 洪涝和空间美学上综合改善水文 水面增加7.8倍 清水界面由8.1公里增至19.8公里 利用水系巧妙界定和管理校园边界 避免传统围墙 在校园内增加宜人的小尺度清水空间 与开阔的滨江景观形成错位互补 以EIT大道为核心的校园交通框架 串联理、工、信、商、四大学科群 以及一系列重要学术平台 本科生书院到研究生博士生生活区 由核心区向两侧逐渐过渡 校园生活与学术空间紧密结合 书院、学院、协同与人 提倡21世纪创新学习模式 开放空间与探索性运动场地 渗透入各个角落 作为有机介质 衔接线性校园内组团、书院 以及由于明州大桥河道和管道进建区 造成的空间分隔 同时提供慢性交通空间 强化区域生态廊道 校园核心整合清水浦TOD站点 集合学术、科研、行政、交流展示 生活和公共空间 是校园最密集活跃的一公里 学研、学创代 创新材料的智慧光复屋顶 以现代的语言诠释江南建筑 通达的橙色建筑连廊和EIT大道 完善核心地带各功能间的多维室内外衔接 通过中央绿地向永江一览无余 文波中心和宁真路界面 既强调与科创区和轨道基础设施的空间体量平衡 营造地标性到达感 又提升北侧建筑的关江视野 临江礼仪校门 以国际性的开放姿态向永江打开 包括学生中心、图书馆、交叉学科中心、文波中心、学术等核心建筑 维和校园中央律地 以人形主打的EIT大道是整个校园最活跃的学术与科研界面 是校园活力的主动脉 两侧三分钟步行距离内覆盖所有核心功能 滨江公园和城市界面 引领世界学术和科研创新 临水而居的东方理工大学 以灵动的校园框架为未来百年的经典成就绘制蓝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